春秋凡路,威德所生,天有和,有德,有平,有威,有相授之义,有为正之礼,不可不审也。 春者,天之和也,夏者,天之德也,秋者,天之平也,冬者,天之威也。 天之戌,必先和然后发德,必先平然后发威,此可以见不和不可以发庆赏之德,不平不可以发行伐之威,又可见得生于和。 威生于平也,不和无德,不平无威,天之道也,达者以此见之矣。 我虽有所愉而喜,必先和心以求其荡,然后发庆赏以利其德,虽有所愤而怒,必先平心以求其正,然后发行伐以利其威,能偿弱势者,为之天德,行天德者,为之圣人。 为人主者,居至德之谓,操杀生之事,以便化民,民之丛主也,如草木之英似时也。 喜怒当寒暑,威德当冬夏,冬夏者,威德之和也,寒暑者,喜怒之偶也,喜怒之有时而当发,寒暑亦有时而当初,其礼意也。 当喜而不喜,由当数而不数,当怒而不怒,由当寒而不寒,当得而不得,由当夏而不夏,当威而不威,由当冬而不冬也,喜怒威德之,不可以不值处而发也,如寒暑冬夏之,不可不当其时而出也,故谨善恶之端,何以孝其然也。 春秋彩山不宜小,多恶不畏大,惠而不饮,醉而不忽,以是非,正礼以褒贬,喜怒之发,威德之处,无不皆中,其应可以参寒暑冬夏之不失,其时已,故约圣人佩天。